你之前跟郝君不是好好的吗 我俩的事吧 这么怪我 这 回来了 给你打电话怎么接 静音了 没事 子乐 出什么事了吗 我 金西晨病了 浩宇这两天总去他家谈病 不是 伤病了找大夫呀 关宋浩宇什么事啊 去家里干什么 你先别给他打电话 金西晨家是吧 是不是北山北书 你怎么知道 那是他们以前的婚房 那这不摆明了 你知道在哪儿是不是 带我去看看吧 那这不摆明了 你知道在哪儿是不是 带我去看看吧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只要配合医生治疗 你很快就可以继续比赛了 孙浩宇 我不用你在这儿假惺惺的关心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怜悯 你赶紧回家陪你的七四哥去吧 你赶紧回家陪你的七四哥去吧 走啊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就这种 浩宇 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控制好情绪 这几天 你整宿整宿地陪在我身边 我知道你肯定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死了 可我不信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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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死了 是你们以前的婚房 死了 所以你说我不方便来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死了 其实我是 金小姐 就是我和我老公之间的事 死了 我们回家说 我们先回家 回家我慢慢给你 就在这儿说吧 金小姐看着好好的 死了 生什么病了 她 她得了 算了 我没兴趣知道 死了 没事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们先回去吧 就让她自己待会儿吧 宋浩宇 你如果敢做对不起司徒事 你试试啊 我没有 闺蜜 她们俩的事就让她们自己解决 我们先走 你自己处理好了 好 秦天 喂 我们先回家 回家我慢慢跟你说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没想到啊 斯乐 原来你也对拳击感兴趣啊 我 我只是想发现一下 好累啊 你的伤怎么弄的 我这个伤啊 小时候顽皮 烫伤的 咱们继续 来 使劲 出拳 拳打完了 也休息好了 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吧 说吧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先不说这个 你原本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我想给你看个视频 姐姐 你 你为什么 我想来想去 你们的名字相似 应该不会是偶然 对对对 好 就想找你确认一下 二 一 是姐姐 好 我跟思田认识很多年了 对对对 好 我曾经很爱慕她 三二 但也只是一直远远地看着 好 后来交集多了 才慢慢变成了朋友 好 没问题 她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她的妹妹 我姐姐跟你提过什么了 她希望你活得 自由洒脱一点 三二 不要像她一样背负得太多了 什么意思啊 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那些年她在国外活得不好吗 其实她去世以后 我们家只收到了 国外进来的事故文件 和死亡证明 那些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既然和我姐姐是朋友 那 那你跟我说说她的事吧 你姐姐她根本就没有结婚 没结婚 不是啊 我妈跟我说的是 我姐姐在孩子出生没多久 就和姐夫一起出事故 不是 没结婚那孩子怎么 南方家中的长辈 不认可你姐姐 所以即使她怀孕了 你跟所谓孩子的父亲 也没有和她办理结婚手续 为什么啊 姐姐 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的长辈啊 为什么你爱的男人这么自私 晴天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姐的这些事啊 我想你姐 更希望看到你开心快乐的样子吧 你一定要记得地方 谢谢 我带来这些案子 刘洋 你会带来先试试 你会在这些人 我还没想到的 你会再犯有 League 还没什么 你会不知道 嗯 怎么喘得这么厉害